那個小姐回覆我也是非常扯 她一開始就說 那我有什麼想要 對啊 她三番兩次 她有兩次都說她要去問 看她的上署要怎麼樣處理這件事情 可是後來就是從對話中 因為這都有錄音 所以我不會亂講 她就是被我抓包說 她根本就沒有去問上司 她只是把電話好像就是放在那邊 然後假裝她去問上司 然後她根本就沒有問 對 基本上大概是3萬 然後豪華經濟艙大概是6萬多塊錢這樣子 然後我就是在 我出發前一天 我是27號要出發到杜拜 我在26號的晚上的時候 就收到他們來信說 那個他們從香港到杜拜這段的飛機被取消 然後他們會看什麼方式處理 然後再重職這樣子 然後一直到了我到台灣的機場 我那天早上要飛 香港的時候 我就到櫃台去問說 那我飛下來的那個 那一段怎麼辦 因為你們 香港到杜拜那一段取消 他們就說 他們會幫我換到另外一家航空公司 然後另外一家航空公司的話 那我就問說那請問也是同等的倉位嗎 然後她就說 沒有是金字倉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 可是我買的是豪華經濟倉 這個價錢不一樣啊 那怎麼會是你們要取消 然後還把我 還降等 對不對 對 換到就是降等的那個倉等 對 那他們怎麼說 然後他們就說 那他們這邊沒有辦法處理 可能要等我到香港轉機的時候 再去問香港櫃台 結果我後來就是到香港的櫃台後呢 他們就是 回答我說 他會把我打一個電話問問看 現在有沒有人可以處理這件事情 我就問他說 那現在誰要來處理 他說 我們現在沒有人可以處理這件事情 然後我就是上網去申訴 然後我就想說 可是我上網申訴這件事情 我在台灣已經就申訴過 然後也沒有任何回應 就是我已經有線上就是mail 然後 已經沒有任何回應了 然後他們那邊就是居然也跟我說 沒有人可以處理這件事情 然後也是要我上網去處理這件事情 就是上網去申訴 但是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回這樣 然後 所以我等到今天 我今天打了客服 就是國際電話 聽說這樣子 我打了四十幾分鐘 然後聽說我這樣就是 一分鐘如果是一百多塊的話 我也花了五六七塊錢 天啊 然後四十分鐘內 那個小姐就是回覆我也是非常扯 他一開始就說 那我有什麼想要 對啊 他三番兩次 他有兩次都說他要去問問看他的上署 要怎麼樣處理這件事情 可是後來呢 就是從對話中 因為這都有錄音 所以我沒有 我不會亂講 他就是被我抓包說 他根本就沒有去問上司 他只是把電話好像就是放在那邊 然後假裝他去問上司 然後他根本就沒有問 對 然後最後他 反正呢 這中間就是跟他講很久 然後他最後一個回答 他就回答我說 哦 因為我不是國泰的會員 所以他沒有辦法給我任何的補償 哦 我不是一個消費者 我今天花了兩倍的錢 然後 對 就是做了經濟長 你跟我說 我不是會員 所以沒有辦法有任何補償 這個是兩碼子的事情吧 對 是不是會員跟我買這個有什麼關係 而且是他先提交你的對不對 嗯 對 是他們的問題 他們內部的問題 那他們內部的問題是什麼 不關我的事情 因為不是我造成的 我也不想玩 對 我也聽到他們可能有解釋說 他們是內部可能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但是都不關我的事情 因為我就是一個單純的消費者而已 然後 最後給我一個 這麼離譜不合理的原因 然後就是拒絕我的請求 我覺得很奇怪啊